因為我現在還沒有一個 真正的慘房啦 慘房你又這件啊 他叫中央廚房 不是慘房 然後就跟我老公娘說 我生日的時候 你可以跟我去公證嗎 我就講出來了 簡單而粗暴的 然後我老公也非常簡單的粗暴的說 當文綺插旗信義區 盼上市上櫃 熊熊婚後熟露面 老公愛相隨 3 2 1 住大起來萬顆雲集星星下榮 終一天後 張文綺的鹹酥雞店 在台北開張 找來藝人朋友們住正站台 多腦 希望可以破三千萬 我的目標是上市上櫃 哎呦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一個 真正的慘房 嗯 嗯 不是慘房 本能超要亮 看到美人傑都這麼努力 為大選衝刺了 不免就要關心一下他的戰況啦 我們大概登記之後 我們可能就會暫時請假了 一定會當選的嘛 當選就再回來主持 因為我們是綜藝節目 還有我們不是公廣集團啊 所以本來就可以回來主持了 玉琳哥有去查過 因為之前節目罰款的問題 都把廣電罰啊 都背下 都背下 登本背下來了 看你是去造勢的時候 我來送雞排 還是你 我們當選的時候 然後 就送雞排 喔 這一禮拜 你們不要許願 因為我現在氣 我現在氣是一片大好了 你是我啊 喔 對啊 帥 對你說 一百個理由 一百個理由 一百個笑容 熊熊七月宣布結婚後 熟度露面 你們看看他一談老公 就沒開眼笑的樣子 真是嫉妒死小編了 有有有 最近一次是哪一遍 一個 我想生三個 但是我朋友說 有當媽媽她說 你生完一個之後 你再來跟我講 我們那時候是去 我公司的尾牙 然後尾牙結束之後 然後就跟我老公講說 我生日的時候 你可以跟我去工作 我真的講出來 哇 簡單而粗暴的 然後我老公 也非常簡單的粗暴的說 不要 然後他就不講話 然後我們兩個就看著窗外 他看那邊 我看那邊 我想說怎麼辦 怎麼辦 他不娶我 後來他就默默 默默講一句說 他要看 他覺得要看日子 我就立刻說 後來的決定的日子 是哪一年 2月14啊 心很累 好可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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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怕